台灣的燒肉商機一年高達了150億 光是台中就佔了100億 很多人都說 欸 台中是燒肉之毒 那麼知名的燒肉店他們就插旗台中的東區 還攜手知名的插畫家 打造全台灣唯一的原創日本動漫風格燒肉店 雙將牛小排 A5和牛頂級燒肉 還有超大顆生蠔 台中知名燒肉店再擴電插旗台中東區 還攜手知名插畫家 打造全台灣唯一的原創日本動漫風格燒肉店 吸引不少COSER來朝聖 燒肉海鮮和日本裝潢成為主打 店內另一招牌 法式甜點櫃同樣吸睛 超過十種以上的精緻甜點 可麗露 馬德蓮 鮮奶酪通通有 整年度來看的話不單單只是 因為台中也不只有生生這家門店 那加上北部 其實我們今年想要預期達到 是七 七億的目標 業者野心勃勃 因為台中燒肉市場高達一百五十億元 光是台中就高達一百億商機 實際問問偷客 誰才是大家心中 第一名的台中燒肉店 因為他的肉覺得比較高級 然後也吃出跟不同間 跟其他間不同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他的肉很新鮮 然後他的服務也很好 所以他 台中燒肉市場競爭激烈 燒肉封肩 森森燒肉 老井即上 上枝板前茶柳安達 是不少韜客的心頭最愛 但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隨著燒肉店越開越多 台中燒肉霸主之爭也越來越激烈 記者高率虛凱迪 台中報導